这是上期视频 这样出发一下来代替电瓶 从而判断充电器是否修好 再来出发一下 换成两个灯泡了 亮了 咱们看一下它这个具体怎么接线的 这个电路以前飞翔过 咱们就不具体飞翔了 大家可以翻以前视频 由于这个BT151的锤载呢 必须接上电瓶 它才可以导通 它才有输出 那我们应急维修 比如说这个BT151坏了 手手没有 应急的话 直接这样可以用一根导线短路 没问题的 只是缺少了防反截 防倒灌的功能 当接上电瓶之后呢 这个PMP的三级管 它才会导通 从而触发这个BT151导通 这时候呢 充电器的负级这样 你看 这样才能接到电瓶上 BT151截止的话 正级这样是通的 负级是不通的 所以说没有输出 那么咱们不接电瓶 怎样触发它 让它转灯 并且有输出的 触发的话 我试了一下 12V以上的电 就可以触发它有输出 但是这个转灯 转灯的话 你后面这个负载电阻 够大才行 我用一个150瓦灯泡 接上去之后呢 它始终是绿灯 它不转灯 但是有输出 接两个150瓦灯泡 它就变红灯了 接法很简单 就是正负级两端 直接并两个150瓦灯泡 触发的话 我用的是我的尾压电源 调到24V 负级直接接这个负级 正级呢 我串了一个二极管 然后再触发这个正级 穿二极管的目的就是 因为这个充电器输出的是50多V 然后我这边是24V 就把这个50多V过来 循环我的尾压电源 所以说用个二极管 隔离一下 然后咱们看一下实物 另外有的朋友问我 这个芯片具体型号是什么 我把它拍下来了 你看一下这个型号 咱们看一下 这是充电器 正负级引出两个夹子 然后这两个150瓦灯泡呢 它是定在一块的 夹上去 然后我的尾压电源 这个负级接到这里 负级也行 接到这个负级 它是一样的 接到这里 然后正级呢 触发这个正级也行 触发这个红夹子也行 咱们通电 能看到啊 这个绿灯是亮的 然后咱们触发一下 咱们触发这吧 点它一下就行了 现在我用的是24V 这样点它一下 你看 这不就变灯了吗 然后关掉 我给大家试一下啊 一个灯泡 啥情况 一个灯泡它不转灯 我去掉一个灯泡 同样是通电 现在你看这是绿灯 然后我触发 同样这儿 触发 看这个灯泡亮了 说明有输出 但是这个风扇也不转 这个红灯也不变 还是绿灯 这就说明这个功率不够大 这样直接再怼上一个灯泡 看看啊 哎 风扇转了 红灯变红灯了 然后我调一下电压 我把它调到 你看啊 把它调到10 现在这12V 咱们再试一下啊 触发一下 哎 12V也能触发 再试啊 你看我这个 我这个电源最多就是31V 31V也肯定没问题的啊 开开 然后触发 你看没问题 也可以这样触发啊 现在我的无压电源是15V 我找了一个耐压 63V 470V法的电容 加上去 加上去就是给电容充下电啊 好 加上去 睡间它就充满了 充满之后 我可以量一下给大家看啊 拿出万用表 然后咱们测一下 现在是多少V啊 14.6V 这时候呢 你拿这个电容 去触发它 也可以 然后同样啊 咱们开开 开开之后呢 同样这个正负级啊 不能接错 负级就接这个黑夹子啊 大家看好 这样点一下 负级接上 然后呢 正级这样点一下 哎呦 还冒个火花呢 看 触发完了吗 冒火花啥意思 来 量一下你就知道 冒火花就是 本来它是15V嘛 瞬间 这个50多V就给它充电了 咱们看一下 现在变上多少V了 55V 因为它输出就是 56V左右嘛 所以说咱们用这个 尾压电源 来触发的时候 一定要正级 窜一个这样的 二级管 就防止这个50多V 窜到咱们尾压电源里边 把尾压电源给搞坏了 要不你就直接用这个电容 你电容选择的时候 这个耐压值要够啊 你不要弄个25V的 往上一并 啪 爆炸了 另外呢 这个负载啊 我用灯泡的目的是 它会发光 大家看着比较直观 你看上期视频 我用的是这个嘛 2500瓦的这个 大的电阻 你也可以用这个电路丝啊 小太阳啊 电吹风啊 这个都可以啊 总之它这个功率要够 不够它就不转灯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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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